4月21日,香港德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或见传媒时宣布, 再次延长包括禁止4人以上群组聚集, 11类娱乐场所暂停营业以及规管14等管制措施14天,直至5月7日。 林郑月娥表示,香港20日录得新冠肺炎零确诊, 新增个案亦连续多天是各位数增长, 而且绝大多数为输入型确诊个案,但防疫工作仍不能松懈。 香港特区政府食务及卫生局转陈兆时,同日会见传媒时指出, 23日起撤销要求餐饮处所内顾客数目不得超过通常座位数目一半的规定, 但仍然要求居多4人一桌,桌子之间至少有1.5米距离, 互安装与销隔板。 他认为,目前全球疫情仍然严峻, 香港新增个案虽有缓和趋势, 但必须保持警觉,避免功亏一篑。 特区政府也会因应疫情的发展, 不时都会是我们内部会讨论相关的实施措施的可行性, 以及适时会作出调节的, 我亦都希望市民在本地的疫情较为舒缓的情况下, 希望大家都不要松懈, 要继续保持个人和环境的卫生, 以及减少社区的接触。